申巴体谈四次皮 一针这些课到底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胖中的球数今天啊 胖中的球迷呢 咱一起来聊一下中国男足啊 聊国足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下国足也是一个喜从天降的好消息 让国足我们整体的阵容有望 如虎添翼在12强赛上去屌打日本和澳大利亚 去拿到一张小组出现的门票 那么可以说呢 在李铁率领着国足完成了40强赛的出现之后啊 让我们对于这支国足充满了更大的期待了 虽然说呢国足目前是吧 我们分到了跟日本澳大利亚等强敌 同分在B组这个小组 出现形式看上去并不怎么乐观 但是呢对于李铁来说是吧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那么今天就肯定要全力以赴的去冲下去 而且呢目前来看中国足球上下一心 整个中国足球对于国足的支持也是前所未有的 甚至直接牺牲掉了中超联赛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利益是吧 直接让联赛停摆暂停 那么缩减了中超的赛程赛制 那么从而呢来支撑国足的比赛 那么这就能够看出现在 整个下半年乃至于2022年的上半年 所有的工作全都是支持国足的 12强赛的11赛比赛 这就能够看出我们目前所坚定的一个目标 那就是必须要在小组赛中完成一个突围 那么通过40强赛整体的一个战斗力 我们不难发现 国足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规划球员的加入 让我们的整体的封线的实力确实提升了很快 尤其是我们在封线有了埃克森 阿兰 费南多这几个点之后呢 其实来到了12场赛上 这几个点依旧是我们最强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呢 对于国足来说 我们眼下最头疼的一个位置是哪里 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中场这个位置啊 对吧 中场位置目前成为了国足最头疼的一个难题 如果说我们中场有一个那种能够组织 能够调赌 能够串联 能传能设的10号型的中场球员的话 那么不仅能够无限的放大我们封线这巴西三叉纸的能力 更能够让我们国足整体串联起三条线来 让国足整体的战斗力也将会往前卖一大步 我们能否去掀翻日本和澳大利亚 就决定着我们的中场是否有任何的一些补强 如果说真的有补强的话 12场赛我们打日本打澳大利亚绝对是有的一打的 那么事实证明 李铁在这个时候也确实是连续收获了一些好消息 那么有两名有过英超刘洋经历的咱们的中场球员 有机会持援国足12强赛 那么也有机会帮助李铁真正的去圆梦世界杯 那么这两名前英超的中场呢 首先第一个此前旁周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目前效力于中超深圳队的戴伟俊 那么戴伟俊是2019年7月份曾经短暂的效力过英超狼队 一个赛季 那么在2020年夏天呢 也是加盟了咱们中超球队这个深圳队 那么效力于深圳队在过去的这一个多赛季里边 表现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 成长为了球队的超级中场 那么目前他的一个户籍落户深圳的一个手去 正在快速的办理之中 那么非常有机会在9月份就能够正式的代表国足来出展12强赛了 那么除了戴伟俊之外 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名也同样 此前有过效力于英超狼队经历的一名英超的天才级的中场 叫杨明洋 那么目前呢 他正效力于我们中甲联赛的南通志愿队 那么此前我们知道 其实他是跟自己的父母是一起移居到这个瑞士 那么后期呢 他也是出生在瑞士 出生在瑞士之后呢 他是算是一个我们的华裔的瑞士级的球员 那么后期呢 也是代表过瑞士的国字号球队出场过比赛 但是呢 后期国际苏联在完成了一些这种规划政策上 要求改变之后呢 其实他没有代表瑞士国家队的成年队参赛 那么他就可以重新的代表咱们中国南俗参赛了 而且呢 经过了过去两年的不懈努力 目前杨明洋已经在今年3月份正式的完成了副级 他重新的回到了咱们中国级 那么入了中国级之后呢 在今年3月份他也是正式的回国 加入了中甲球队南通智云 并且呢 代表本赛季南通智云的比赛中 是吧 六场比赛 贡献了五个进球 贡献了一个主攻 对吧 而且此前他长期效力于瑞士联赛和英超联赛 是吧 有过一个非常丰富的欧洲联赛的经历 并且此前在英超狼队 是吧 签了三年的合同 在英超狼队的U23球队中 还是一个主力中场 他的个人能力也是同样非常出众 如果说他能够顺利的加入到国足的12强赛比赛中 他可以很好的撑起我们国足 在10号位的这样一个位置 对吧 有了这两位 是吧 此前在英超刘洋过的这样两位中场的天赛级的中场 来加入国足的话 对于李铁来说 绝对是如虎添翼 那么这两位前英超级的中场 来联手我们的巴西参赛级 那么届时我们去屌打日本和澳大利亚 去拿到一张12强赛的出现门票 来圆蒙世界杯 或许也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吧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帕州聊手话在这里聊到这儿 喜欢帕州的别忘记关注 帕州的听着别听聊点球